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百家乐的四个职业学派啊 在百家乐中这个赌博游戏中呢 有有这么大概有这么四个学派啊 因为打法非常多还有更多的 就不用我咱们就不用去讨论 但是我呢就总结了一下 基本上可能有这四个学派啊 第一个就是看路派 看路的学派呢 打百家乐 他们的筑马 这个 这什么分配的 都是按照这个好路下重筑 不好路下轻筑 按照无规律的这个筑马分配 但看路派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能跟上趋势 就是我所谓的看路派 基本上是顺应什么 顺应这个自然规律 顺应这个宇宙规律啊 那这个学派呢 也输输赢赢 完全的一个看路派呢 经常就是他会大输大赢 这个就是比较刺激啊 第二个学派呢 是算派 算派的学派呢 打法 这个基本上是根据这个牌的 这个牌值 有一些 我们举几个例子 现在网上报出来的啊 比如说 这个James Ground的数据 尾牌算法 就是根据尾牌两个补牌数 下一口是投注装 还是投注弦 啊 这个算法 还有就是金顶算牌法 他以这个工 工的多少来 这个投注下一手 其实这些都没有 就是从科学依据来说啊 可能尾牌算牌 稍微好一点 但是那个 原来那个金顶呢 就是可以说是 完全一个无济之谈啊 那个 从我们通过大数据 把它全部统计完以后 嗯 它是个零和啊 我们既然算牌 我们必须要做到 正的意味值 就是我们现在 来做算牌的啊 算牌的投注这个 学派来说 你们一定要找到 正的意味值 因为用正的意味值打它 我们用频度就可以 赢钱 算牌法 算牌法包括 差点算牌 这个牌的 这个牌值点数 嗯 牌给牌负这个值 还有 牌点总和 嗯 牌点差 还有这个牌点的 这个曲线 等等的啊 就比较复杂的算法 我们全部都已经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详细的 这个几年的一个计算机模拟啊 目前我们得到的算牌的最大值 也就是在百分之六十啊 最大值的百分之六十 但是出手率比较低 但我们可以做到在百分之 这个五十五的情况下 出手率是比较高的啊 五十五左右 五十五十三到五十五 这个出手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甚至会达到百分之九十啊 第三种呢 就是固定头发 这个固定头发呢 呃 是一种 就是一种 虾猫碰死老鼠的打法 哎 就比如说 这个 呃 咱们说最早夜汉的三猪吧 三猪路 三猪路呢 很多这个 所谓的专家啊 解读 他们解读三猪路 说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胜利 其实 三猪路根本 就是个零和啊 如果你 复追的方法去打三猪路 你赢的时候碰到 跳牌 你可以赢很多 碰到连牌 你就输很多 啊 所以固定头发 还有很多 打什么三猪 四猪 什么 呃 什么这些 猪路打法啊 用这个 复追的方式打法 其实我都不建议啊 因为 你用复追打法 赌场是最喜欢的 啊 你用复追打法 赌场在胜进 这个投资呢 赌博是用啥 用小钱去打大钱的一个 一个买卖 不是用大钱去赚小钱的买卖 但是我们的背景是什么 必须要有大钱 就是好多事情 我们不要去抬杠啊 就是如果你用小钱赚大钱 但是你赌本不够 或者你没有足够的赌本 第一个 你的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该冲手不敢冲 嗯 而呢 输的时候赶冲 这种人 最终 我跟你们讲 非常的 惨 万转生远 我一直说 只要是复追的 你终究一天会杀 倾家荡产 我今天 跟大家聊的事情是什么 这是我们几十年 赌下来的一个经验 包括我们通过计算机模拟 我一直说 加码 输了加码 是坚决不可以增加赢率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固定图法呢 是一种 这种学派呢 这个他们一直在找一种固定的方法 还有很多人在找 其实 所有的固定方法 完全不可以达白加勒的 你只能玩玩而已 你只能作为一个 一个叫什么 碰运气 而已 那第四种打法子 玄学 这个玄学呢 这些打法子 这些玄学大师呢 我看到也许是有点 有时间呢 我在赌场也看到比较搞笑 我在曾经一个赌场看到 泰国 听说是个公主 泰国一个公主去打派 在这个 在这个 澳洲一家赌场去打派 他派了有 带了几个 这个巫师 就是 阴钩鼻子 坐了很大 然后那个指甲 大概有 三四十公分长的指甲 很长的指甲 手吊上 在那 在炼金 那边在打这边的炼金 这个玄学派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 这个 这些东西 但是 真正的从玄学上来说 其实打百家了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呢 有一些呢 精灵古怪的东西 我们觉得是 没必要去搞它 其实真正的玄学是什么 就是一个运气学 如果你把运气搞好了 其实 玄学就来 玄学搞好了 你运气就来了 所以在打百家了中 一旦你运气下 走下坡路的时候 我们不打 一旦运气走上坡路的时候 就该冲 其实 打百家了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 这四种打法 综合起来 不管你怎么样变异 还有人用易金 用那个 这什么 这个 这个 六十四卦 去打百家了 其实这些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可以 但最终来说 我呢 是比较偏向 这个 真正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好的职业玩家 你这四种方法 我们都进行一个 大量的综合 比如说 看路 看路你要啥 你要把它学金 你包括大路 下山路 猪盘路 这几个路的配合 包括这几个 暴路 跳 高跳 高跳 高高跳 远暴 近暴 还有什么 强暴 还有五路归西 是吧 这一系列的 你如果学不好 你看路 你会吃大亏 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最好的一口 你就会下重注 这时候就是人们的一个贪 一个贪 造成的 而算牌呢 比较好就在哪里 如果你我们说不看路 只打算牌 只打算牌可以 只打算牌呢 就是可以小赢一点 长期在多少盈利 我们只打 EV值为正值的牌 其实EV值为正值的牌 这个 我们也找到了非常的多 就是我们可以 每一手下注的 我们的EV值 都是大于什么 大于3以上 大于 大于0.03 大于0.03 我们就可以下注了 但对于下装来说 他有时间会吃点亏 但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从长期来讲 我们可以大赢百家了 这个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因为 这个 如果你真正想作为一个职业玩家 真的需要大量的学习 甚至百思学义 这个东西不是大家想象的 你随便你就能搞出来 随便你 你花上三五年 你拿钱去到冬场去试 你要知道 你每试一次 你都会什么 撞着头破血流 你不要第一次试了 你觉得你成赌神了 第二天 直接撒了你金光 在这里 我还是 给大家说 你们打牌呢 一定 是要什么 不要 随性子去打 一定要 有把握了 才去冬场 没有把握了 去了 你是送钱 迟和找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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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